受信號故障影響 在香港站有廣播提醒搭客 和在大堂當眼處貼上告示 港鐵安排了多輛接駁巴士 接載受影響的乘客 港鐵指出 在朝早大約近10點 在機場快線和東沖線 來往香港站和九龍站的位置 發生信號故障 令到服務受阻 在九龍站接駁欄管的機場快線 和東沖線九龍站 至於東沖站的列車 服務受阻 要每10至12分鐘一班 經過搶收後 在朝早10點35分恢復正常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鄭漢成報導